最近在我国举办的一些大型派对一再的引起争议 例如早前马来亚铁道公司KTNB出租列车包厢给娱乐公司举办热舞狂欢派对 然后就引起了一些政党保守派领袖的抨击 现在是轮到登家楼浪中岛一家度假村 他们被指责举办女性穿着清凉的沙滩狂野派对 然后就引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有的网民就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 因为不适合登家楼的文化和风气 因为这有违背登家楼伊斯兰色彩的形象 而有关的沙滩狂野派对的照片在社交媒体广传之后 登家楼政府昨天也已经预告会传照这个度假村的负责人 要求他们做出解释了 那在登家楼州政府公布与度假村的负责人会面结果之前 登家楼州警方今天就告诉媒体 警方其实并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举办这项派对的准证申请 那至于警方会不会对有关的度假村采取对付行动呢 警方表示他们将会等待登州政府会见了度假村的业主之后 在针对会面结果展开调查 不过警方也强调那该度假村是属于私人地区 附近也没有任何的村民居住 那针对这个浪中岛度假村举办狂野沙滩派对 今天登家楼掌管旅游事务的行政议员拉扎利 在会见了度假村的业者之后呢 就开了记者会告诉媒体说 州政府决定向这家度假村开出25000令吉的罚单 以示惩戒 同时呢 州政府也已经下令了 这家度假村往后不可以再举办类似的沙滩狂野派对 不过这个度假村呢 可以照常运作 拉扎利指出 根据调查发现 浪中岛的这家度假村业者 在没有获得准证之下 擅自去举办狂野派对 抵触了娱乐及娱乐场所法令 而州政府也发现 其实该度假村啊 几乎每一年都会举办类似的派对 现在已经是举办的第十个年头了 只是呢 该活动在新冠疫情期间 曾经停办过一段时间 如今又再次举办 那拉扎利对该度假村 在没有通知州政府 地方政府 还有旅游单位 甚至在没有获批 没有获得任何批准的准证的情况之下 举办该狂野派对 感到相当的遗憾 而在会见了登家楼政府的代表兵 接下罚单之后呢 这一家度假村的业者 也就是浪中岛夏日海湾度假村的董事 庄发明先生 今天呢 他就说啊 这个沙滩派对被人在社交媒体渲染 变成了争议性的课题 他是感到遗憾 而且震惊的 但是他对于这件事公开道歉 他说 他们度假村每年的5月20号 都会举办这项沙滩派对 这是一项闭门活动 只邀请度假村的顾客参与 感谢他们的支持 但他非常遗憾 这项活动呢 就被有心人趁机变成一个政治课题 并把登家楼政府呢 牵扯进来 所以 为了这件事 庄发明呢 就向各造 尤其是登家楼政府道歉 度假村业者庄发明他强调 引起争议的沙滩派对 没有穆斯林访客参与 只是开放给度假村的国内外非穆斯林顾客来参加 更何况派对上也没有为参与者提供任何的酒精饮料 跳舞呢 也只是众多节目当中的其中一个环节而已 而且女性参与者 她们只是穿上普通的沙滩装扮 并不是外界所指的三点式泳装 业者说 这项沙滩派对已经举办了超过十年 向来都没有成为课题 但很遗憾的 这次却被有心人士断章取义 把跳舞的片段放上社交媒体 然后炒作成课题 那针对 针对登家楼政府说 这一家度假村没有申请办活动的准证 那庄发明就 就提出他的看法 他说这一项活动呢 是属于度假村的闭门内部活动 没有对外公开 所以在他看来 应该是不需要申请准证的 而浪中岛呢 只有三家度假村 岛上没有居民 所以他们过去举办这项活动呢 也没有对任何人造成负面影响 也没有引起什么争议 如果有的话 他们早就停办这项活动了 但不管怎样 他说如果这项闭门活动 成了一个负面课题 然后对一些人造成困扰 浪中岛夏日海湾度假村 真心诚意 充满悔意的向各造道歉 并承诺未来不会再举办这项活动 点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